美国时事通 我是罗文 今天是7月27号 星期一 你好吗 我希望你们今天都过得开心 最近中美之间互相关闭领事馆 涉及的人员很多 不过我今天想讲的就是 成都美国领事馆的总领事 林杰伟的太太庄祖仪的事 庄祖仪可能一般一些文青 或者是一些爱好美食的人 可能知道她 我是非常非常早就知道她 不过我不知道她现在的身份 是成都这个领事馆的领事夫人 当然她先生做成都领事馆 总领事也是之后的事了 所以我最近看到这个新闻炸了锅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大名鼎鼎的庄祖仪 是领事馆的总领事的太太 所以这个才让我很吃了一惊 热爱美食的人 或者是比较文艺青年的人 可能都会知道这个人 之前在美国她是学人类学的 所以她有一本书非常畅销 叫做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也是因为这本书我才知道她这个人的 因为一般做美食的话 很少有说去学人类学的 当然她不是故意学人类学的 她是学了人类学之后 她觉得她对美食的兴趣更大 所以她到最好的厨师学校去学了厨师的 算是科班出生 她随新婚的丈夫到了波士顿 然后在波士顿发现一个 心仪已久的尖桥厨艺学校 然后她就毅然地放弃了她 读博士的机会 就加入了做菜的行列 所以这也可以说热爱来了 门板都挡不住 她也在米其林的几个餐厅都帮过厨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 但是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点 这是我最早认识她的时候 她出这个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然后我看过她很多写的美食的东西 其实她写的东西很家常 你说她是一个人类学家也好 或者还是一个总领事的太太也好 其实她写的书非常的人间烟火 那并不因为她是写厨房的 所以就有人间烟火 我看到她在那个厨师学校的时候 她就讲这个 法国人叫她怎么样淘米 中国人觉得这个淘米 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把这个米洗干净 外国人要教她怎么样淘 一直到水变得干净为止 就变成清凉为止 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讲 她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个什么事吧 学这个大厨的话 是从最基本的 我们中国人叫刀工 其实他们那个更主要的 就是怎么熬汤 怎么样淘米煮饭 各个国家的料理 他们都有涉猎 总之从最基本的基本工开始学起 她自己后来写的一些美食文章 也特别的接地气 比方说我记得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人 就是她说他们家的这个保姆 我不知道是哪里的保姆 其实她做菜可能一般不怎么样 但是有一道菜是深得她们欢心的 她说他们家保姆做的这一道菜 就是用新鲜出来的小土豆 我把它煮熟了之后 然后就是放油放在锅里 压扁了这个煎 煎得香香的 然后当然加切碎了的这个青葱 加点盐特别香 她说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特别的喜欢 我相信这个对于喜欢吃薯条或者是土豆类的这个外国人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讨好的菜 然后她也说了这个菜很类似法国菜里的一个什么菜 我现在忘了哈 就是她写的东西特别接地气 她自己后来在新浪也开了一个微博也有58万粉丝 然后她也讲她去吃成都的这个苍蝇馆子哈 就是大小她都不惧她吃过米其林 那她也很喜欢吃苍蝇馆子 那当然她说她在成都也圆了她的这个文青梦 她在街头有唱歌啊 她想做一个歌手吧 还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梦想 整个的一个就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人哈 也是看起来很小清新的一个人 所以这么一个人结果就被这个大陆网友辱骂 所以我很好奇我就看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 就是庄主仪呢 她当时其实二月份她就已经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 美国政府就要所有的这个领事馆或者大使馆的家属 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都把他们接回美国了 直留下了这个重要的或者必须的工作人员 或者总领事这些 所以她就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就回到了美国 她先生就在这 本来这个夫妻两地分居 其实在美国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事情哈 但是这个是因为疫情 所以其实我想对她的个人生活也造成了很多的不便 所以而她先生本来预计七月份就是应该回国的 她任期就应该满了的 所以她就觉得哎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马上疫情是不是会结束啊 我们又会回去 所以她当时只是临时在华盛顿租了一个房子 但不想是个地下室 然后她自己当时也没车 然后估计她也没想着去买车 因为她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能又要卷铺盖 回中国 疫情可能结束了 因为谁也不能够预测以后的疫情会怎么样嘛 所以她就这么将就的生活 你知道在美国如果没有车 就是买菜也很不方便 一些好心的邻居就是带她去菜场超市去买菜什么的 对于一个喜欢美食的人自己喜欢做饭的人来说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哈 因为那个时候中美的关系虽然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没有像现在弄得似乎要绝交的这种地步 所以她说了这个话也没有引起网友特别大的反响 然后到现在 其实本来她的先生好像是7月17号就到期了就应该回来 但是因为中美的关系不是特别好 所以她在7月份的中期的一个周末就接到大使的电话 就说你先生Jim要又留在那 所以听说她先生要留在成都 不知道多久才回来 她比较崩溃 然后她的两个孩子也比较崩溃 一个只发脾气 有一个在摔东西 所以那她也在这个微博上表露了这一点21号的时候 然后就接到网友这个疯狂的辱骂 这个时候就是中美的关系就特别不好了 而实际上就是因为中美关系不是特别好 所以她先生才要留在成都继续留任 所以那她就觉得遥遥无期 所以她发了这样的感慨 那不想很多的人就来攻击她 她其实这个发这种感想也比较正常 她分享她的心理 第二个她现在住的房子 据她讲她本来是租了一个地下室 这种地下室 其实她不是故意租的地下室 很多人就说 你看总领事的太太住地下室什么的 好像很穷或者是很不堪 其实她也不是故意租这个地下室的 她租了一个公寓 她觉得是临时几个月的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回来 所以就已经贷款 在华盛顿买了一套房子 正在装修呢 那当然现在装修的状况非常的也不如意 因为是个很旧的一个房子 所以以她这个热爱厨艺的人来讲 肯定都有很多要重建的 而现在又是新冠疫情期间请人 各方面这个施工就是千难万难 算是本来就是头绪特别多 然后再加上先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他们大概一家老小也比较崩溃 然后作为一个女人 她就抒发了这样的感情 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 对不对 没想到因为现在成都要闭馆 所以这个中国的网友就开始辱骂她 意思是说你没有教好孩子 没有管教好 你教子无方 那孩子为什么要摔东西 或者大发脾气什么的 这个教育又牵扯到中美的这个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美国式的教育虽然说你要教育孩子 但是更多的是引导和建设性的和她平等的对话 而不是说我教你怎么做 或者你不许这样 不许呢 当然你有时候可能会说这样的话 所以就单纯的说她教子无方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有势偏颇 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 而且她的孩子是因为她父亲几个月没有建 不能够在一起 或者是现在临死的状况 她的房子又在装修时 她有家不能归 还要租地下室 这种比较窘迫的状况 肯定是一家老小 比较难以承受的一种状况 我觉得非常的可以理解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网友 就是使命的侮辱她 我觉得侮辱她有一个成分 就是因为觉得她是美国人 或者是她嫁给了美国人 她是一个嫁给美国的台湾人 所以你看这几重身份加起来 就使她的境遇非常的糟糕 同时这些网友又翻出了她二月份写的这个 就像她当时书发的是一种仓皇的这种感觉 就觉得我惶惶不可终日 我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 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念之间 那很多人就说她有什么可惨的 那难道我们这个休斯顿的领事 不比她更惨吗 或者是什么 就做了这样的对比 有的人就说那她有什么可惨的 她不过是无病身影 她是外交官夫人什么什么的 当然有的更恶毒的性的这个辱骂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很多网友她其实没有基本的同情心 所以在她分享这些的时候 她其实就陷入了这个网络的霸凌 很多人就另外在猜想说 她说这个纳粹 是不是就是她指中国共产党 或者是中国政府是纳粹 那她所以在仓皇的逃离 我不知道她当时说这个话的语境 或者当时她说这个话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想 我觉得大多的可能真的还不至于 因为她先生毕竟二月份的时候 她还在做总领事 但是她是不是知道的更多 那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网友就因为中美的恶交 就把她二月份的在网络上的言论 又拿出来辱骂她 所以她在二十一号发表了这个说 不知道何时能够见到她先生之后 二十二号她回复了读者的评论 她就再也没有回复她的这个微博 那其实当然有的网友就又拿出来 另外的事说是 她可能还是亲共的 或者说她根本就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 或者是中国政府的 因为她的妈妈就是台湾知名的声乐学家 她还在1988年的时候 受邀到央视的春晚 唱过我爱你中国这首歌 所以你看她唱过这首歌 那你不能说她跟中国共产党有多好 或者跟中国政府有多好 至少他们没有差到多坏的地步 那当然你凭她唱了一首歌 或者是凭那个庄祖仪 说了一句比喻的话 是不是就证明她是反共还是亲共 其实我觉得证据根本就不是特别足 但是可以想见网络上的很多人 她为了发泄她的仇恨 或者发泄她的这个愤怒 或者是表达她自己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逻辑性 也不需要什么逻辑去支撑他们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糟糕的一点 有些人他上来 他就不会分青红皂白 他就来把你说一动 你可以好好说 但是你如果要是特别的辱骂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失身份的一件事 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 很多人其实是不会这么出炉的冒犯别人 但是在网络的世界中 其实谁也看不到谁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胆子也肥了 我就可以这么说 反正你也找不到我 你怎么着吧 所以这种心态就是 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无耻的一种心态 我并没有说要站在庄主遗憾的一边 我真是觉得这样的做法 是完全没必要的一个做法 不管他们这样说是被洗了脑也好 还是水军也好 还是说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也好 只能说明人和人是多么的不同 OK 这是我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